7月份的新私宅销量和前个月相比激增三倍 创下了今年的新高 这主要是受其中一个新发展项目 风景院热卖所带动 市区重建局公布的数字显示 不包括执行共管公寓 发展商在7月份卖出近1600个私宅单位 比6月份增加了三倍 其中位于深港的风景院销量最高 占了7月新私宅销量的七成 发展商以略低于每平方尺1000元的中位数价格 卖出近1200个单位 7月由两个执行共管公寓项目推出市场 其中位于坎贝拉通道的项目卖得最好 卖出大约190个单位 包括执行共管公寓在内 7月发展商卖出了近2100个单位 销量多数来自大众私宅